日本大男人 恐怖恐怖 以後你自己決定 如果我們說 媽 我想去看電影 禮拜天去看電影 我媽說不可以不可以 然後到最後沒有辦法 說你去問你爸爸 那就更久了 對對對 他從小就要我去讀日文 他為什麼他的理由說 因為日本的翻譯最多 你掌握了日文 你就掌握了全部 可是他逼我去 所以我上了兩年 我就不念了 他還送我去念德文 日本人的德文 那是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也去念了兩個暑假 不是叛逆 我被壓迫 你怎麼不同情我 哈哈 你看這是他的作文 我的趣味 那個作文是 我在收拾的時候 我夭壽 臨近生的作文 一半你看 起一半 另外一半我吹無了 他就說他畫 要畫當畫家 要當作家 所以我一輩子就是 帶著一種同情的心 看我爸爸 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你們看到什麼 櫃子蘭孫 光大我門 我門 然後龜結在這四個字 公兒忘思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不只在這裡 我父親做了 你看他後面有一個木頭做的 我們家一直都掛著 那父親的辦公室也掛一個 然後父親要做了 給他所有的弟弟 跟我們家每一個小孩 我想我們都要淘 一輩子都要淘這個四個字 可是太晚了 太晚了